好了各位同学 那么听过了佳佳老师的私房赛之后 那么咱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分类媒体的题目当中 看看这道题目我们又是如何把它给数出来的呢 一个学生下期呢要往ABC三个城市呢去进行游览 他今天在这个城市呢明天就要到另外一个城市 那这句话大家能分解出来什么意思吧 也就是如果他今天在A城市待着 那他下一天呢就不能在A 就不能在A待着了 那如果他第一天在A第二天比如说到了B 那第三天可不可以再回到A呢 这个 罗佳佳佳可能会想了到底行不行呢 应该可以吧 那咱们再往下读读 题目的要求才有一点是 如果他第一天在A市 第五天呢还得回到A市 但有没有说中间不允许再回来的呢 没有 也没有说 还是刚才我们说那个情况 对不对 那咱们就不要自己往里加多余的条件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来想一下他的游览路线 一共有多少种不同的方案 好了 那也就是说他要在五天内 对吧 每天要游览一个城市 但是他只有三个城市可以来选择 好吧 你说多久 你说在这儿多待几天呗 对不对 好吧 这来回折腾吧 对不对 也许人家要紧点肥呢 对不对 好了 那这样子的话 那没什么可说 那就分类没举呗 对不对 那他第一天的时候呢 肯定应该是在A的 这个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第二天 咱们想 那他可能去哪呢 B或C 那这样的话 也就意味着 他的第二天可能会去B 或者他的第二天 也有可能会去C 对吧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两类情况了 对 那接下来想 那如果在第一类当中 如果他第二天去了B 那么第三天可以去哪个城市呢 A 可以去A 或者A 也可以去C 对吧 那也就意味着 他有可能第三天在A待着 或者第三天可能在C待着 好吧 又有这么多种情况 那接下来第四天呢 那又得从这一段路上 那如果第三天在A 那第四天可能去B 也有可能去C 好吧 好吧 这边写个B 然后跟他来 A B A B A B A C 然后再想 第五天在哪里 哎呀 好吧 好吧 你第五天终于定下来了 嗯 第五天回A 哎 这个也可以回A 是不是搞定了 嗯 但是现在还是在想 那如果第三天去的是C 那我有可能第四天去的是A 或者是B 对吧 那我可能去的是A 然后下面还要写A B C B 然后再往下写 那你发现 这样的每举的方式 在书写的时候会怎么样啊 特别累 特别累吧 对不对 因为你会发现 比如说你就看前面 在你书写的时候 有些字母 你是不是要重复 但呢 写好多回吧 比如说你看 你这个地方写B 这儿得写B 这儿还得写B 这儿还得写B 对不对 那既然我们分类每举 是没有办法避免了 是我必须得这样子来做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想 那能不能有一些 比较良好的改进方法 让我在分类每举书写的时候 变得稍微的简单一些呢 那么接下来 咱们要研究的这个方法 就是专门来解决 这个小困扰的 那我们来想 各位同学 对于这道题来讲 它是不是从每一个地方出发 每一天之后 到下一天 相当于从上一天的城市 是不是都会分出 两个分叉的选择吧 比如说 我如果第一天在A的话 那么接下来到第二天 我相信从那里 是不是分出了两个分支 可能去B 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去C吧 好了 那我们来看 那咱们就把这个说法 形象的表示一下 那么我第一天在A待着 到第二天 A这是不是要分出两条支线来 那咱们就画两条分支 那么第二天 我有可能会去B 第二天也有可能会去C 好了 那如果我走这条分支的话 那么从B往下到第三天 从这出发 A或C 是不是又会有两条分支 可以选择吧 那我再画两条分支 那就是A和C 好了 那接下来 如果我选择最上面这条路的话 那么从A这里 再往下走第四天呢 B或C 又会有两条分支 那就是B或C 那接下来 再往下到第五天的话 这个时候大家想 第五天因为题目有了明确的要求 必须要回到A 所以你的B 是不是就只能回到A C 是不是也只能回到A 你看 这样两条路线 是不是就找到了 而在这里面的我的A呀B呀 是不是就没有重复写那么多遍了吧 那接下来同样的 咱们来一起把下面完成 那如果我第三天到的是C 也就是我走的ABC这条线 那第四天可以去A或B 好的 但如果我第四天去了A 按照题目要求 第五天呢 还得去A 可是如果第四天在A 第五天还在A 是不是就不复迫题目的第一个要求了 所以这条路线你就走不下去了 那同样B的话 也只能够回到A 好了 那你看 我从A出发 如果第二天选择的是B 那么它后面所有的一连串的分支情况 我在这里 是不是就非常清楚的表示出来了吧 而我在书写的时候 是我没有把前面的字母重复写好多遍吧 对不对 那这样相对来讲 写起来是不是也很节省时间吧 那各位同学 能不能自己试着把第二种分支 如果我第二天去C 这个情况给它写出来呢 好 各位同学 怎么样 你按下暂停 自己写完了吗 那画完的结果 那应该是第三天 那是不是应该又是A和B两种选择 当然了 这个方法的特点在意 就是要准备好一大块比较大的字 对吧 然后接下来A的话 是不是应该又会有B或C两种选择 那同样B只能到A C第五天也只能到A 而如果是B的话 那么第四天可以有A或C两种选择 那同样 这个不行 而下部的C可以回到A 那么接下来 我们只要数一数 从A出发 我能画出多少条支线 那么对应的结果 是不是就应该是我最终的答案吧 当然了 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发现 其实我只要数最后的这个部分 有几个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了 各位同学 小天关于这条题目 用没句法是跑不掉的 第二个 这样一个特殊的方式 是不是就可以能够帮助我 在书写的时候变得非常的清晰 同时也会变得非常的简洁 不用重复写很多字了吧 那接下来同学们看一看 这个东西现在摆着这 你感觉有点像什么 你看从A出发 分出两个叉 两个叉再各自分出两小叉 然后再分叉 再分叉 再分叉 最后分到后面 手就变得非常的庞大了吧 这有点像什么呀 同学们 你想想 有没有像 你看平时在如果生活当中 你观察 像一棵小树长着长着 分叉 再分叉 再分叉 最后是不是长成了一个 枝繃叶茂的大树吧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这个方法 就给它形成的 形象的命名为 叫做树形图 画出来有点像一个树的形状 而这种图形 最主要的任务 就解决的是这种 我会在每一步下面 会有很多个分支 而每一步下面 都有很多个分支的时候 我们通过这样 树形图的方式 就能够让我比较清晰明了的 把它的方法都解决掉了 好了 各位同学 这就是我们的第六题 能明白了吗 明白 当然了 这个树形图在画的时候 你可以像我这样 从左相右画 当然你要是愿意的话 很独特 你从右往左也没有关系 或者你从上往下画 都是没有关系的 只要你画清楚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解析过程 那就如同 把一到第五天的情况 都没记出来 也就是画树形图的方式 最终数一下 它一共有六种 不同的游览路线 而这个带给我们的 就是今天的第二种方法 那就是树形图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美举法的形象表达式